作为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的中国实验快中子反应堆工程 今天上午顺利通过了专家组验收 自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 我身后就是中国实验快堆 这个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的研发方面 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快堆及快中子反应堆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主力堆型 代表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 中国实验快堆热设计功率65兆瓦 变功率20兆瓦 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功率具备发电功能的实验快堆 从立项至今跨度25年 是我国首次自主研发设计建造和管理 2010年实现首次临界 2011年实现并网发电 今天又顺利通过验收 今天就是验收意见 就是这个堆整个的服务是基要求的 所有的指标都蛮重 目前全世界400多座核电站主要是清水堆 也叫热堆 核燃料油的利用率只有3%左右 其余产生的都是核废料 而先进的快堆技术可以将油资源的利用率提高60%以上 同时降低核废料的产生减轻放射性危害 从而实现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 在安全性方面 中国实验快堆在国际上首次使用非能动余热倒出系统 可以保证在八级地震 全场断电等突发情况下 反应堆也不会发生危险 所以它的建成为我们下一步做大型快堆核电的实际研究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平等 下一步就要开展一系列的实验研究 固件考验 包括能源培训 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感谢观看